本来应该完全禁绝军事活动的两韩缓冲区DMZ 近来南韩却发现北韩鬼鬼祟祟跑来 铺路 挖土 甚至盖城墙 遭了是千里城墙 北韩疑似模仿历史上高高力盖城墙来抵抗唐军 北韩先是闯入军事分界线到北方控制线之间 两公里宽的DMZ修竹城墙 没有想到在上周日中午还大胆跨越军事分界线 进入到南韩内侧的DMZ 遭到南韩军方鸣枪警告驱离 事后回想起这群北韩士兵可能根本不是迷路 而是为了逐墙而来 北韩先的DMZ小动作不断南韩也提高警觉 윤석열 대통령은第一연평회전 승전일을 맞아 25年 전의 역사는 평화는 강한 힘으로 지킬 수 있다는 사실을 우리에게 다시 한번 일깨워주고 있다고 말했습니다 윤석열 대통령은 SNS를 통해 不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好마迹 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在访问越南之前 也就是下周二下周三会先访问北韩 卫星照片拍下北韩平壤机场 移开了所有的民航机 加上金日成广场已经禁空 可能就是为了迎接普京的阅兵仪式做准备 南韩外交部还为此特地跟美国国务院紧急通话 密切注意普京又要跟金正恩交换什么好处 특券송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